大家好,我是姑姑 今天我们来继续看鸭子侦探的第17集 一直看姑妈到处旅行 这回也要认真工作啦 作为慈善基金会的主席 玩愿募捐 安排上场地的问题呢 朋友圈的好友艾米丽来帮忙 她提供了自己在德国的古堡 作为场地 这个选址绝佳 城堡不仅是大气 还小有名气 后古仅限于灵异圈的那种 毕竟年代久远的建筑 总有些离奇的传说 艾米丽家的古堡就传说 住着一个爱恶作剧的幽灵 这个幽灵爱好近和为乐有交集 都爱吃巧克力 但估计是想吃毒食 幽灵多爱发美的那种 还吃着露着 在古堡的不少房间 散落发美的巧克力 于是房间就有了这么段都市传说 此的灵异事件 姑妈光听着就觉得有趣 索性就把晚会定着成了化妆舞会 埃及眼后 小丑 小护士 小飞侠 阿里巴巴 哈利波特 都是我瞎猜的 晚宴的成功 让募捐数量也十分的可观 和这个器皿 远看像鱼缸 近看是鱼缸 但它其实是个募捐箱 虽然没有上锁 但是有为乐在 它来呢 就是来保护鱼缸 啊不 募捐箱的 来宾 清清色色 有把捐款箱到公交车只投币的 也有向伯爵鸭出手很大气的 他脸上就差写三个大字 不差钱了 作为德国最有钱的伯爵 高调是他的座右鸣 他抓着身边 穿得像魔法师的没落贵族 紫袍鸭 说起自己下一个目标计划 就是要收购这座城堡 全面改建成现代化 这时候姑妈才知道 原来艾米丽打算卖古宝 艾米丽被经济顾问通知 她的账户已然亏空 已经到了要卖古宝还钱的地步了 祖上传下来的家业 不是万不得已 艾米丽也是舍不得卖的 姑妈听了心下 特别的不好意思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来麻烦朋友 艾米丽反过来 安慰姑妈没事 全当是做广告 让古宝卖个好价钱 看着艾米丽的处境 伯爵鸭对古宝更是志在必得了 但别忘了 这古宝还有传说的幽灵出没 说来就来 壁炉的火嗖的一下 突然熄灭 搞想说是小场面 大约时风吹的 桌上的蛋糕 披萨 大餐 小零食 全都嗖嗖嗖的 到处乱飞 这场景像极乐 是双子在对线 但姑妈这边的现场 可没有是谁在扔 都是食材们凭空而起 场面堪称离奇 这还没完 群鸭躲避食物语的功夫 又出现了几个 大半向传说中幽灵的 可疑鸭子 四处乱窜 为乐一鸭当先 奋力直追 功夫不负有心鸭 成功耗道了一只 瞧这羽毛毛色 诶 是光头总探长呀 他也是基金会的会员 刚才投避的那位就是他了 招呼都还没有打完 古宝内的古怪是接连不断 所有的窗户和门 突然全自动关闭紧锁 大家全都被困在里面 后知后觉 为了才发现自己善力指手 中计了 赶快募捐缸的旁边 里面已经是空空荡道 只躺着一颗糖 一颗新鲜的巧克力 电光火势之间 发生了太多的事件 又是壁炉熄火 时不下雨 幽灵乱窜 门窗紧闭的 就差个BGM了 这不就来了 古堡的各个角落 自是被银森森的 哈哈笑声填满 要多诡异 有多诡异 在场都快信 古堡真的有幽灵了 自炮鸭便忍不住的 稀落伯爵鸭 还敢不敢买这古堡了 太低谷首富了 伯爵鸭不仅逐一不改 甚至还想到了 阴死鸭架 艾米丽后处忙着 收拾餐厅的食物语 才消停这一会儿 背后的幽灵又出来搞事 她为没有空调的古堡 送上了冷气一日体验 把这种鸭都给冻哆嗦了 看出来了 这皮鸭容质量不太行 这时郭妈更确信 也是有压假扮幽灵在搞事 毕竟对方在触目睽睽之下 撒牙子跑酷呢 餐厅这边 艾米丽总算是收拾干净了 但是莫名其妙的 桌上孤零零的出现了一块 发霉的巧克力 再怎么闹下去 都得改建成艾米丽巧克力工厂了 跑不过幽灵 那就抓住她的命脉巧克力 巧克力容点低又黏糊糊的 拿过巧克力的幽灵 指不定会在哪壶上巧克力酱 这样也就能够推算 这幽灵在哪里停留过 大大的古宝 找小小的巧克力也是难了一点 但碰运气这种东西 为了没输过 很快就发现了一幅 挖挖后的别有洞天 刚进门 一个大冰块处在眼前 古有制冰降温现有山冰制冷 刚才古宝里拿一丝 空调般负面的含义 就是靠着工业大风扇吹冰块吹来的 再给这个大风扇换个位置 朝着排气口的话 让它瞬间熄灭 壁炉里的火了 再走两步 巧克力酱的影子也有了 在一个阀门式的开关上 说明这个手拿巧克力的幽灵 摸过这里 肯定也是机关了 操作一下 没有维勒摔的聚集是不完整了 平地一摔重点出来 让姑妈注意到了地上的电线 顺着一路到了楼顶 发现了一个控制台 哈哈的幽灵笑声 就是通过这里广播出去的 这一路走来的机关 就是所谓幽灵的法宝了 至于背后控制的是谁 姑妈和维勒联手 准备了一招请君入梦 现在着手放了和巧克力 再召集众人 说出自己的推理 真的是太乱了 层出不穷的意外 忽眉忽心的巧克力 四处乱窜的快闪幽灵 事件发生的如此密集 一个接着一个 都说明了制造意外的 不止一只鸭 紫炮鸭 经济顾问 伯爵鸭 甚至艾米丽 都参与到了其中 按照轻重缓急 问题有轻往中了说 先是艾米丽 制造混乱的动机就是她 打心眼里面 不想卖这座城堡 所以她利用了幽灵的现象 来制造舆论 下退重压 食物语和紧闭的门窗 都是她的手笔 原理也是挺简单的 门窗是古堡的防盗系统 一键开关 食物乱飞呢 是底部放了老鼠家 谈谈谈谈飞飞的 这个就很离谱了 老鼠家又不是透明的 说是给食物掉位呀 可行度还高那么一点点 类似动机的 还有伯爵鸭和经济顾问 只不过他们和艾米丽的初衷相反 艾米丽是为了不卖古堡 而他们呢 是为了花更少钱买下古堡 有的家庭 非常的信任顾问 会把所有的财产都交给对方打理 艾米丽就是这种 可惜她错付了 经济顾问被伯爵鸭给收买 谎称艾米丽的经济出了问题 必须卖古堡 再经过幽灵事件这么一折腾 伯爵鸭就会有机会 低价收购古堡了 实际上艾米丽的经济问题 是并不存在的 不然哪里来的钱 把大古堡维修得这么好 又能安装最新的防盗功能 总不能是紧紧固温倒贴的吧 火炉 冷气 就是他们的手段 此时灯光一黑 再亮时 某鸭已经是 巧克力沾了一嘴 这是落魄贵族 紫泡鸭 他太爱巧克力了 偷扇款的时候 就剩了一颗 又去开了喷泉的开关 那笔被盗的扇款 应该也是被他 放在了喷泉开关的附近了 就这样四只鸭 各怀心思 以方唱罢 他登场 才造成了刚才的那幅乱象 最后古堡还留给了我们一个悬念 大家都在 但古堡中却再次想起了 诡异的笑声 这次会是谁发出来的呢 本集完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古屋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麻烦点赞收藏 关注一下下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